Hello everybody 我們由馬代回來了 作為一個蜜月首選地 我是非常推薦的 好多粉絲問我要馬代的攻略 所以我連夜的高班和你們總結了一份 泰國馬爾代夫八天旅遊攻略 Let's go 因為那些只飛馬爾代夫 只有上海和北京兩個城市 所以我們選擇了一個新路線 就是澳門飛泰國再飛馬爾代夫 從澳門飛曼谷2小時40分鐘 兩人花費2135元 關於入境泰國的注意事項 在飛機上一定要將入境卡填好 因為中國公民入境泰國時 需要落地簽的 每人為我準備1200泰鯊 而且必須是賢鬥鬥比Cash 大家可以選擇在飛機上 或者機場大廳辦理 出機場是可以選擇出租車或網約車 我們推薦網約車因為有明確金額顯示 所以比較安全 基本上不會有劏客的風險 如果趕時間不想等車的話 想出租車前一定要確認司機是有W的 由於曼谷只是過渡 最終摩迪斯馬爾代夫 所以只在曼谷住了兩碗 訂了曼谷137 Palace套房酒店 兩碗花費4090元 在泰國住酒店 千萬不要帶留戀還有三處金路酒店 一旦被發現反應5000泰鯊以上 今次泰國去了曼谷北壁府野生動物園 從酒店出發 路程來回6個小時 入圓門票收費2人1100泰鯊 額外收費6老虎1000泰鯊 威獅子800泰鯊 長頸鹿拍照1200泰鯊 來回時間實在太長 導致日子只要去一個景點 所以行程比較趕的話就建議不要去啦 在泰國一定要去一下7-11 對比那地 泰國的7-11就像百寶箱 從美裝到食品飲料 什麼都有 而且這麼大一杯拿鐵才10塊 我們買了這麼一大樓框才453泰鯊 吃泰國菜我推薦這家Town in Town 這家是我泰國朋友推薦的本地美食店 4個人點了12個菜加酒水飲料 接合人民幣才800多塊 實在是好吃又花酸啊 今次由泰國到馬爾代夫 為什麼即使要轉飛迪拜 浪費我14個小時 依然要選擇阿聯遊航空呢 本來是想體驗一下網上所說的頂級體驗 但是真實體驗下來之後實在不推薦 為什麼呀 因為浪費錢浪費時間 建議大家都選擇泰國直飛馬爾代夫 4個小時就完成了 好了 現在到了你們最關心的問題 今次我去馬爾代夫 到底選擇了哪一個島 以及我具體花了多少錢 眾所周知 馬爾代夫是一個島一個酒店的度假模式 選擇一個島就等於選擇一間酒店 我今次選擇的是馬爾代夫唯一一座 七星級加3A級一架群爆頂級車華島嶼 副達到四人島 這家酒店只適合情侶帶著小孩的家人們 就要看看別的酒店唷 我們兩個人花費了13萬8千元 包含了兩個人從澳門到馬代的所有機票 還有五天四晚的住宿 島上只有14棟別墅 但卻有60多名服務員 整個馬爾代夫只有五家七星級酒店 這就是其中一家 那什麼又是AAA一架全包呢 三個A分別就是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無論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都可以享用任何服務 包含了所有餐飲酒水攝氏服務 出包的說就是香檳龍下四道堡 想SPA就SPA想出海就出海 而且是無限制哦 每一棟別墅都有三百意思坪以上 一對一的四人管架服務 服務器知道你的枕頭隧度高 被子蓋朵後床墊隧度軟 通通可以選 我非常推薦情侶來這個島 因為管家還會跟我們安排 重臨燭光晚餐 海邊日落晚餐 每天只限三對情侶的日式鐵板燒 富達度的logo是一條魔鬼魚的造型 因為在他們環礁附近 發現超過三百多條魔鬼魚 果然一潛水之後 除了見到大海龜之外 還比我超近距離見到魔鬼魚 真是一次絕妙的體驗 那種感覺就好像你在看海洋生物頻道的時候 有一個不小心鑽進去的電視機 一樣 每一次出海潛水都是爆艇 還竟然讓我看到 代表幸運的海豚 在島上的體驗令我非常滿意 是一個去了你不想再回來的旅程 唯一兩個遺憾就是 這裡的食物機源是沒有辣的 所以對我老婆這個 江西辣妹子來說 有一點難受 還有富達度私人島 為了私密性 整個島是禁止飛無人機的 所以就沒辦法拍一些更漂亮的視頻給你們 不過不要緊 希望大家以後都有機會去體驗一下 這個暑假必備的泰國馬爾代夫八天旅遊攻略 你們滿意嗎? 還想了解些什麼? 記得來問問我吧